大家晚上好我是韭菜 睡前呢给大家发几个视频 给你们看什么叫做不要脸 到几点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情知啊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迹象 你告诉我战争要发生 证据在哪里 今天乌克兰的这一局呢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就是整体来讲 俄罗斯不会吃什么大亏 在这次的危机当中 俄罗斯已经成为了赢家 不仅恢复了自己的大活地位 也成功打压了美国的嚣张气焰 还让欧洲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强大 美国不得不承认 自己一手挑起的乌克兰美机 到头来成了俄罗斯表演的舞台 反观俄罗斯却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 成了最大的赢家 不得不承认 美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后 却沦为了全世界的笑柄 普京虽然已敢于对外用兵著身 但他一定不会对乌克兰冒来用兵 从来就没有问题 本来就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们制造的 是你们制造了 俄罗斯要入弃乌克兰的这种虚假的新闻 泽连斯基害怕了 哪有胆啊 一个演员 战争啊 你真打起仗力 泽连斯基这个胆 他不敢正视普京的眼睛 普京的眼睛 他不敢看 一国总统啊 而且是美国总统 就敢这样满嘴跑火车 言之糟糟的 把他们所说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 精确到具体哪一天 看来啊 在西方的政治文化里撒个谎 根本啊 他就不是个事 政治家可以张口就来 我认为普京大规模进攻乌克兰的可能性 基本上为零 美国在去年啊 获得了一种新的自信 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是跟那个俄乌战争有关 俄乌战争爆发 马上就一周年了啊 然后我们明眼可以看到 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啊 比想象的弱 俄军打得不好 这个对中美关系有间接影响了啊 这个因为美国还是 多数人都这么认为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是排第二的 比中国要强 他发现老二这么弱 是吧 我美国带着我北约兄弟稍微支持一下 乌克兰就弄得俄罗斯狼狈不堪 那中方的军事力量比俄罗斯弱嘛 所以他自信就加强了啊 另外呢 去年应该讲啊 西方啊是空前的团结 面对那个俄乌冲突啊 西方是空前的团结 应该讲是冷战以后最团结的 而且西方呢 虽然我们说那个百年变局开始了 东升西降 但是截止到 从存量角度来讲 西方力量还是挺大的 所以一旦他们空前团结 显示力量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那这也给美国自信 对吧 这个 军的歼20是给他们的一个答复 那就是痴心妄想 因为现在呢 我们的这种训练强度啊 应该是在不断的提升 无论是白天和黑夜 我们都可以紧急的起飞 那么是训位战 而且是战必赢 因为我们是双发重型的隐形战斗机 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运用了很多的这种新技术 包括一些黑科技 可以保证先迪发现 先迪开火和先迪记录 所以当我们的歼20 面对像美国 包括他盟友的这些 F-35隐形战斗机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航程远 飞行速度快 包括呢 我们的这种机载武器的 这样的一个先进性 都可以得到一个 淋漓尽致的发挥 可以说当歼20对阵 F-35的时候 就是一场老鹰捉小鸡 这个 你们就偷着乐吧 对吧 好